桃花突然来到花园 一脸死气 不屑一顾的样子 她问我们 为什么不请她 你是谁 凭什么要请你 八姐的话 着实让桃花吃了一惊 好啊 张妈 吴妈 你们都跟着乐 谁也不跟我说 桃花学着三妈的强调说 八姐更气了 你管不着 我愿请谁就请谁 八姐像个大人似的笑着说 她才不在乎桃花呢 好 桃花怪笑道 我看你们能高兴到什么时候 说完转身就走 弄得手上的银镯子直响 瞧她那样 真叫人恶心 八姐说 我这时注意到 顾客们都走光了 我感到心悸 因为就在几天前 桃花狠狠耍了我一次 孩子们都叫她小狐狸精 挨了她的打都不敢哭 前天我路过三妈的院子时 她笑着招手叫我过去 我不情愿地刚走过去 她便在我脚上跺了一下 弄脏了我的心鞋 疼得我直叫唤 我想跑开 她甜笑着拍拍我的头道歉说 我真喜欢你 别害怕 这辫子真好看 谁给你输的 我真要告诉她 她猛地就助我的辫子一拽 我觉得整个头 疼得刺溜一下 差点晕过去 我睁开她的手跑开了 她在后面大声叫着 你这脑袋 真比豆腐还软 我有点怕 她太坏了 我不禁对八姐说 我才不怕这小狐狸精呢 八姐说 过了一会儿 一个男佣走进花园 静止来到月饼店 要拿走我们当桌子用的长板 说是她主子 我同父异母的哥哥 吩咐的 八姐猜准是桃花使得坏 死活不让拿 这时桃花也来了 得意洋洋地说 可别做贼呀 这是你哥的木板 说完对佣人斥骂道 还愣着干嘛 没长耳朵 死了怎么着 佣人是个小伙子 就爱看人吵架 他们没费力 就把月饼店拆了 我吓坏了 一声不敢出 活像一只 刚从水里救起的小鸡 八姐气得直发抖 乌叶着说 小狮 你是木头呀 怎么哑了 我不怕他 桃花怪笑着 拿起一个月饼盒说 别生气 我给你爸送去 他肯定高兴 说着 门地把盒子扔在地上 月饼摔碎了 我的心 也碎了 我难受地哭了 八姐也抑制不住气氛和悲伤 跺着脚大哭起来 他说要去找三妈平里 罚罚桃花 桃花有十三四岁 看上去像个没事人似的 走时冷冷地说 走啊 平里去呀 哈哈 那得意的眼神 跟三妈一样 八姐拉着我 紧跟着桃花 让三妈打她 我们又怒又悔 只有用眼泪诉说委屈 刚到三妈的院子 我们就不由地停住脚步 觉得挺胜人的 我见桃花走进三妈屋里 便问八姐 三妈会骂我们吗 我怕 别怕 她可能没在家 三妈突然叫起来 进来呀 我给你们评评礼 她站在廊下 我们怯怯地走过去 桃花把我们的月饼 扔到地上 还骂我们 八姐心慌地要命 不知所措地抱怨说 不就是几块烂月饼 桃花大声说 谁稀罕碰你们的宝贝月饼 我家太太还以为 我惹了多大的祸 原来只为了些不能吃的破月饼 小丫头别担心 将来少不了月饼吃 过个十年十五年的 等你们长大了 要多少就有多少 桃花边说边笑 八姐不明白她话里的意思 才想反正不是什么好话 你要去吧 我不要 八姐擦着眼泪说 我也陪着她掉泪 三妈大笑 这时张妈来了 看我们难过的样子 说 妈妈回来了 叫你们呢 哎哟 谁把我们小姐弄哭了 是我的不好 别见了谁就骂 三妈说 对不起 三太太 张妈没注意 三妈在院子里 说话也结巴了 真是越老越糊涂 我只见桃花跟这儿 没瞧见您 那好吧 三妈正儿八经地说 是这么回事 桃花刚才挖苦了他们几句 并没碰他们 她也还是个孩子 有什么不对的 气了我打她 小时 来 我给你擦擦眼泪 这么好看的眼睛 可别哭坏了 你要是早点寻个丈夫 我们也能吃上月饼 听了这话 我明白刚才桃花的意思了 她是沉心想明言暗语 损我们 八姐跑出去时 三妈怪笑道 小八 慢点 让你妈今晚上过来打牌 别为了桃花生我的气 将来你妈会有好多的月饼 肯定吃不了 我也受不了她的笑声 侮辱 跟着姐姐跑出去 睡觉前 妈坐在我们床边 像往常一样喝茶 慢声细语地说 记住 小时 别再去三妈那儿了 妈会不高兴的 你不该惹三妈生气 妈不停地抽气 眼睛都哭肿了 我没敢直升 八姐说 可桃花太缺德了 总是故意捣乱 那木板明明谁的也不是 她硬说大哥要 还拆了我们的月饼店 我不干 妈待了一会儿 叹口气说 要做高官 虚谋显位 你们女孩子家 将来嫁个男人就行了 定亲的时候 多给爸妈要些月饼来 男孩子 我看 不见得男孩子长大了 就都能给家里露脸 当官的 当贼的 都是男人 八姐勇敢地说 我到现在才明白 是什么使得妈伤心落泪 我敬佩八姐 她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我想安慰妈 可不知说什么 过了一会儿 我说 妈 我长大以后 不要月饼 听了这话 妈微微笑了笑 为让妈高兴 八姐也说 我也不要 让桃花去要吧 她还要不了 为什么 丫头 只能给人家当妾 妈 又叹了口气 跟爸结婚前 三妈 也是丫头吗 八姐问 别说了 妈打断她 她是 可别再提了 你们知道 妈 也是当丫头买来的 妈 两眼盯着灯 出神 我看出 妈很难受 我和八姐 静静 躺在床上 一声不响 妈 轻轻 从椅子上 站起身 说 别聊了 快睡吧 小八 明儿还要起早上学呢 妈 吹灭灯 关上房门 走了 夜里 我醒了 门龙 听到三妈的笑声中 混杂着 妈和五妈 柔弱的声音 真像是一场梦 整个房子 在惨白的月光下 沉落了 我弄不明白 妈干嘛 要去三妈那儿 我真想叫她回来 可又不敢 只是不停地瞎想 过了好久好久 我都没睡着 住室 按当时习俗 女子订婚时 未婚夫家里 差人往女方家 送月饼 有钱人家 经常一送 就是上千块月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